好 徐小新呢 在媒体面前崩溃痛哭将近30秒钟 现在有人说真的是哭到了人设禁失 我们来看一下当时她是靠在傅昆奇的怀里放声她哭 不过强调的是自己跟家人其实都是受害者 如果呢 有卷入诈骗的话 就会立刻辞去立委职务 如果她的老公有涉入的话 就会马上跟她离婚 好 另外呢 徐小新的老公也有特别强调了 自己是绝无涉入的 如果有涉入的话会立刻辞职 现在希望检调单位能够尽快的查明真相 误网误众 好 外界问她说 当时你的老婆哭喊 如果老公涉入就会离婚的话 你怎么看呢 徐小新的老公说 自己的老婆是刚正不二的人 表达了她绝对不会护短 但是呢 因为家人造成身为公众人物的老婆的困扰 她自己感到很心疼 也很亏欠 好 但是呢 这个徐小新一哭之后 我们来看到前立委沈富雄就有特别提到了 这个其实跟她想象当中的徐小新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呢 沈富雄之前曾经有大胆期待 也有预言说 徐小新有一天会当总统 但是呢 经过这一哭 她觉得承担大任者 其实不应该会有这样子的状况 因此呢 她现在送徐小新四个字 现在是留校查看 好 但是沈富雄也特别说了 诶 这个是徐小新的姻亲诶 徐小新的大姑 就算再有什么问题 其实跟徐小新一点关系都没有吧 另外呢 游淑慧也有说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如此脆弱的巧新 国民党立委罗志强也说 徐小新委屈的哭了 让人看了真的是很舍不得 他认为当权者就是想要拔掉 徐小新这个监督政府的眼中钉 因此呢 希望他不要被打倒 好 但是我们来看到哦 这个是黄杰 黄杰呢翻白眼了 翻白眼之后呢 又说 后者脸皮眼哭戏 家人涉案 早就应该请辞下台了吧 这个是他在脸书上头的发文 刚刚大家也有看到了 不过网友在下方立刻留言开酸了 如果按照你黄杰的逻辑 你是在说陈其迈吗 好 爸爸贪污的至终跟其迈 难道不用完全负连带责任吗 好 网友也说 你是不是敢以相同的逻辑来检讨陈其迈呢 好 我们再来看到 其实这当中呢 这一回是这个许巧新的大姑 卷入了诈骗集团一案 好 这个是时事评论黄杰明 黄杰明有特别说了 刘向杰就是许巧新的大姑 其实曾经在2020年的2月12号跟13号 各捐了2000多块给民进党中央 好 按照当时哦 其实他认为说 应该是买了两件蔡英文竞选飞行的外套 因此呢 绿营现在猛轰许巧新的同时 是不是也应该节制一下 毕竟呢 林渝伦还有刘向杰 可都是支持绿营的人 好 刘向杰就是许巧新的大姑 那么林渝伦是何许人也呢 我们来看一下 在脸书粉砖政客爽上头 有提到了 这起诈骗案当中呢 有一个重要的名字叫做林渝伦 好 他成立一个人头公司哦 账户交由杜炳城 还有刘向杰夫妻党来做使用 不法金流高达了2700多万 涉及了诈骗还有洗钱罪 那么林渝伦是谁呢 他查了一下哦 他其实过去曾经参与过太阳花运动 是极虑极毒的学运分子 而且曾经也对蒋公同项颇期过 好 最神奇的事情来咯 温朗东2016年的贴文当中强调 林渝伦是他多年的好朋友 奇怪耶 因为许巧新的大姑的老公去诈骗 温朗东现在你要人家负责 那么呢 你跟这个诈骗案的嫌犯这么熟 现在还有脸出来呀 真的是不要双标了吧 这位林渝伦当年还曾经跟吴征 黄伟哲 赖品渝等人一起开过记者会 看来关系也不错 真的是好妈姐耶 因此现在民进党是否已经开始表演 神切歌之术了呢 好 我们来看一下郑克爽呢 还特别把这些画面跟照片 全部都找了出来 温朗东透批许巧新的亲戚涉嫌诈骗 但是其实啊 他自己本身就是嫌犯林渝伦的多年好朋友 好 另外呢 包含了这个林渝伦 吴珍跟黄伟哲 赖品渝等人 也曾经一起开过记者会 因此呢 现在有人说 民进党是不是翻车打到了自己人呢 因为呢 林渝伦协助诈骗集团在洗钱 而且民进党已经证实了他是党员 还有另外一个林渝伦也曾经多次捐款给民进党议员吴佩毅 好 吴佩毅到底知不知情呢 现在有没有误伤到自己人呢 吴佩毅强调的是其实在本案被揭发之前 他完全都不知道林渝伦的违法行为 好 针对这起案件呢 国民党的这个立委侯孟凯他痛批绿营 册意网军不只是没有格调 而且还不断在秀下线 发出的攻击言论已经是人格毁灭 也是侮辱了 好 洪孟凯特别在脸书发文当中有强调 他觉得徐晓星是一位非常认真的民意代表 也是专业的监督者 绝对是比任何人都清楚知道法律的底线 因此呢 他觉得他的清白绝对是经得起考验的 继续还要来听到这个是 民进党立委黄杰他在联署上有批评 他说徐晓星根本就是在演哭戏嘛 时事评论人董之森认为 黄杰其实之前在立法院曾经跟徐晓星有起过冲突 再加上呢 徐晓星在新科立委当中 其实表现都是一直比较突出的 因此就让黄杰心有不甘 所以黄杰才会趁着这次的事件出来 趁热度 刷存在感 其实我们知道黄杰他就是心有不甘 为什么 因为他发现在立法院这些 就是所有的立委表现大概 习晓星大概是数一数二最亮眼的 那很多议题的反应都非常快 所以让黄杰其实是很吃味 所以第一天他跟习晓星在里面有一些 类似的推辑 类似这样 那其实他也没有讨到便宜 那时候大家讲 其实习晓星比他个子还小 但是等于说胆子跟勇气十足 这个就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我觉得黄杰是趁机来 趁习晓星这个新闻而已 那你一般如果把这个过程看一下都知道 和习晓星是完全没关系 而且习晓星跟他的婆婆都是受害者 这是一个家庭的不幸 那黄杰把他拿来做收嘴 他就是要趁这个新闻热量 表示说你这个今天应该怎么样怎么样 这个和习晓星有什么关系 他是受害人 那民进党现在有的就是嘴巴来收嘴 碰到哪些事件就去称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我 然后我有讲话或怎么样 那这个其实是无济一事 好 不过我们继续还要来看到 针对了整起风波 这个民讲立委黄杰批评说 习晓星是在演哭戏 我们接下来再来听到 这个是时事评委员历史哥 历史哥指引了黄杰 为什么知道徐晓星帮大估点了 一百万元的利息呢 这个是私人之间的金流关系 为什么非当事人能够掌握到资料呢 因此他也呼吁黄杰应该要 这样清楚说明白 不要只会为审先判 再带风向抹黑 请问黄杰 你为什么知道 人家有一百万的一个 私人的一个金流的关系 你为什么知道 你去哪里拿到资料的 如果这里面又是 就是所谓侦查不公开 那这国家还有王法还有天理吗 如果这里面的资料 奇怪人家私人借贷关系 用汇钱用转账 你怎么可以去查人家的 你怎么有权利 那这样子的话 那这个案件就是怎样 假借亲友之间的刑事案件 来进行政治攻击跟破坏 然后呢 检调把相关的讯息丢给黄杰 丢给绿林的名嘴 来进行所谓挤牙膏式的爆料 然后做所谓的帝哥道菜得 张冠礼贷的方式 把这事给搅混搅臭 目的就一个逼着徐晓星去辞职 那人家既然敢发这种重视 他一点人心都没有 他们甚至说你现在给我辞掉 就未审先判 我觉得是非常过分 他们现在就把选战那一套的操作 跟策略拿进来丢 我觉得非常的坏 那我最大的疑问就是 黄杰你到底是如何去取得 这个所谓一百万汇兑的资料 到底是怎么取得 请你解释清楚 不要你是指的别人 你请问你呢 我觉得最恶劣的是这个 你哪来得到这个资料 那如果是今天监察不公开 检掉竟然公然的丢给相关的媒体 这是对的吗 所以我们在台湾 监察不公开就两个字 笑话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各场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特菲尔时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